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今天在中南海子光阁集体会见出席巴库国际论坛北京高级别会议的外方代表 王岐山表示 看清来路才能理解现实 认清方向 世界许多民族和国家都经历过苦难辉煌 不同文明在相互交流继承发展中共同构成人类文明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梦想就是实现伟大复兴重现历史辉煌 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相连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不平衡有关 我们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自身发展造福世界 弗赖贝加等外方代表表示 中国建国7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等倡议影响深远 愿与中国共同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贡献